《非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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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昨天開標 當然了 賭企開標 就不是說公開了結果 但等於承認了 真的有七間公司 競逐六個賭牌 想不到還有吸引力 但我昨天說得很清楚 雲頂是應該入到局的 現在好像譚志強 或者一些澳門的大V 他們說 哎呀 一定會踢走未知 我不是這樣看 在這裡我都是基於我的判斷 因為很快是十二月 十一月就會公佈了 再兩個月 何家勢危 這一次開標的時候 六間賭企 除了一間威尼斯人之外 全部主席都出席 當然雲頂國際 也都陳氏家族派出猛人 去看這件事 現在澳門的賭業色味 這個也是鐵爭爭的事實 也都不會像以前暴發式 所以澳門政府已經說明 你不要想著有爆發式的復甦 最多都是慢慢來 這樣如果是這樣的話 最需要的就是外國遊客 哪一個能夠吸到外國遊客就贏 這樣在這部分 何家就會比較弱些 第一 因為永利 威尼斯人 禁殺 加上雲頂國際 他們在全球都有賭場 而雲頂國際能夠贏的 就是因為它有一大隊的國際郵輪 可以去到哪裡 帶到你去哪裡 跟著以澳門做其中一個中途 扶植到澳門整體的業務 而對於何家來說 他們有 當然了 如果在澳門 在中國大陸 他們影響力可以橫掃 但是在世界級上高 還有所不及 但是這次開標 何家三個賭牌 全線出席 無論是何超瓊 何游龍 他們幾姐弟 都放在這裡 而更重要的 他們是澳門主要賭場的成分 做了幾十年 由航生 一路做到自己家裡的小小女兒 希望可以在澳門 可以千秋百年 但是行不行 有些人說中美貿易戰 中美教育 實際一定要踢走美資公司 但是我真的一點都看不到 當你做島城的時候 你一定要堅固 就像香港那樣 你日日要做國際金融城市 你就一定要開放國門 如果不是你根本上就做不下去 到今時今日 你有沒有見到特區政府 你那些美國人走 沒有 說都不敢說 為什麼 你本身開得到的 就什麼人都要來 那哪一個造莊 贏輸都是澳門政府 或者 中國人民政府 這個才是 而更重要的 雲頂國際 他的服務態度 還未追得上美資公司 你只要去過雲頂賭錢 你就明白 新加坡也好 雲頂的收入都不如金沙 如果你要打開國門 你要做世界賭成的話 美國元素是必定要有 如果你要做華人元素 也都不需要雲頂 你只要做新加坡國際 澳如澳博 就搞得好 而事實上 由當日的競爭 我們的航生 說什麼 你來光顧我 挑戰金沙 送叉燒飯 那時候我都覺得非常好笑 不過不要緊 新一代有何超勤 他站得住 這個何家大小姐 是堅抽 但是 這個是國際形勢 很有可能 有其中一間 會不在 這個是我的判斷 那你們可以繼續質疑 我不要緊 事實上 在這一次的中秋節 你看到全面開關 大陸人是免檢疫 做了檢測 就可以下來七天 但是每一天都是一萬六千人下來 而賭收 整個月份低得二十七點幾億 就是說 依然頂不住 開關還有沒有用 究竟中國還放不放人下來 事實上 你問何一誠心知肚明 所以這一次 的標書 他講到明 你要面向世界 最主要是國際的遊客 當然 來到這裡 澳門政府標榜的 就是說 你放心 澳門是安全的 你來得到賭錢 一定贏到賭錢走 不會有任何問題 喂大哥啊 你以為就是以前嗎 來賭錢贏了 不給帶走 外面找那些古惑仔博 是不是 講這些是沒有意思的 繼續講的就是說 澳門的賭場很有信譽 哪一間澳門賭場沒有信譽的 你拿正牌的嘛 但是不要管了 海德城 在這麽艱難的時候 他都要想的 節目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 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比賽 大Viontina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